秘密警察创办人的同胀被推倒 布殊支持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独立 西贡八个海滩又因为沙原而封闭 各位,详细的新闻内容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召开政变之后第一个记者会 由于西方的财经界广泛流传 说他采用消极的方式间接助长了政变的发生 他在记者会否认这些说法 陈炎威报道 昨天重新掌权的戈尔巴乔夫 在外交部举行政变以来第一次记者会 受到国内外记者热烈欢迎 戈尔巴乔夫的精神看来比他刚由克里米亚 返回莫斯科机场的时候很多 当他亲自让记者讲自己在克里米亚被软禁的情况的时候 神情就立即变得很凝重 他说见到政变军队包围他度假的别墅 想将他拒禁 他是想打电话 但已经全部被截了 戈尔巴乔夫说 仍然很清楚记得当时是8月18号下午4点50分 政变领袖派了一个代表团见他 发出最后通牒 逼他签纸自动辞职 但他灵死不屈 又指出政变者只是会自取灭亡 拖累国家 戈尔巴乔夫录下了自己一份谴责政变的声明 又将录影带是分批收麻影菲林桶里面 等候偷人出来 令人民了解真相 在被拒禁的72小时 政变领袖是出尽办法 想令他精神崩溃 他的家人也都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形容今次是他掌权六年以来 最艰巨的考验 戈尔巴乔夫在记者会上面 有特别多谢俄斯联邦总统叶利音 以及人民协助平息今次政变 戈尔巴乔夫昨日立即恢复执行总统职务 会见了高层顾问 以及接变了一些外奔 Mosinens记者陈炎威报道 在莫斯科 几千人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外面 用起重机推倒秘密警察创办人 折以任司机的同将 至于莫斯科人庆祝政变失败的情况 由麦桂园报道 数以万计的群众 昨日继续在莫斯科举行示威集会 庆祝推翻政变领袖 他们举起一幅巨大的俄罗斯国旗 游行到克里姆林宫外面参加集会 很多群众就拿着俄罗斯联邦总统 叶利欣的肖像游行 有些人还索性将叶利欣的照片挂在空前 在今次军事政变流产之后 叶利欣已经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 另外一批群众就涌到KGB 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外面示威 有些人还爬上总部外面的秘密警察创办人 折以任司机的同将上面 抗议秘密警察参加政变 他们又在总部外场游上纳粹党的辉号 到了埃曼 群众还放烟花庆祝 而在入黑之后 一批愤怒的群众开始袭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大楼 他们踢烂大楼外面的金属牌匾 另外又运来几架起重机 将五吨重的折以任司机铜像拆了下来 在现场守卫的警察并没有干预群众的行动 无线连记者麦委员会 发动政变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 在被捕之后 部分身为苏联国会代表的成员 已经被国会取消免被起诉的权利 而国安会主席克劉卓科夫 和前国防部长亚佐夫 就对发动政变表示协议 随中明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得到苏联电视台的片段 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劉卓科夫 被囚禁在莫斯科事教 他后悔发动政变 而囚禁在同一地方的国防部长亚佐夫 就表示仍然非常尊敬哥尔巴乔夫 目前紧急状态委员会里面的八个成员 除了总理柏夫洛夫因病要在院留医 和内政部长普哥自杀身亡之外 其餘六个人被囚禁等候起诉 另外哥尔巴乔夫就委任总参谋长 莫伊謝耶夫站代国防部长 社巴尔申站长国家安全委员会 而内政部第一副部长特努恩 站代内政部长的职位 毛鲜连斯基姐 曾经封锁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 加紧镇压行动 而当地人民就响应加盟国政府的号召 上街示威抗议政变 当政变失败之后 这里的议会地下回复自主权 爱山尼亚人民再在这里聚集 庆祝重获自由 他们有些人还在街头过目起立 而消息说 在另外一个加盟国立陶院首府维尔纽斯 苏军也都撤出电视台 那里的电视广播已经恢复正常 母线电视记者黄文治报道 德国和美国向波尔巴乔夫施加压力 促使他加速和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谈判 让这些共和国可以独立 布殊在缅恩州度假屋见记者的时候说 他一直认为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 应该越早育立越好 而最近这一次政变失败 是加速洗脑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好机会 布殊说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在政变之后的地位问题 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定没有因此下跌 布殊说 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欣的声望 无疑是大增 但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是没有影响的